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問剛剛講說這裏上面的賓館是3000多元 其實你覺得它那個環境裡面 很乾淨的 有牌的 這些全部有牌的 有牌的賓館來的 你想一下這麽便宜的賓館 哪裡有 有拜祿電視有什麽都有的 齊了 齊了的 全部齊了 因為入了那些文件拿了牌的 因為沒有那些東西它不給牌的 之前有見到在網上有照片 在地上的層面有些好像是 即是我見到毛鯊有唱歌 還有一些這樣的活動之類的 即是過年那時候 或者開一些音樂大家跳一下舞 一定有 有跳舞 是的 有的 那麼過年那些人進來 我們都會給些甜品他們吃 那麼誰來吃都沒所謂的 所以我們很多我們都會 會給別人 給別人 那些 那我這間 Prestland也有做的 那麼我們就有個charity 是這個 Pristian Charity 在17樓 基座那裏 是Jeffrey 我們跟他合作得很好 所以這裏的那裏的那裏的 那裏的那裏的那裏的 那裏的那裏的那裏的那裏 很多人進來了 現在 所以很多人帶媽媽爸爸進來 學生那些 有些帶女朋友 男朋友進來 吃飯都有的 所以很多人都一見到我 客人說 Jacky 上來找你吃飯 我就帶他上來 除了新年之外 有沒有一些 原本是屬於重慶大廈 會搞的定期的活動 沒有這些 大家都勤力一點做事 想賺錢 因為現在 這三年都沒有人賺過錢 很多人都蝕了錢 可能我跟你說 重慶大廈我一個人在賺錢 那時候 是個個都蝕錢 不過那些人是 不要緊 因為減租了 小小事沒有所謂 所以那些人 夏年日就要開回來 再打算夏年開回來 再覺得夏年開回來 現在都未開得 十成的把握的人 因為沒有遊客來 生意是這麼慘的 不過現在 幸好現在的生意 慢慢grow up 著 因為有印度遊客來 還有印度賣電話的人來 還有非洲那些人都有過來 買電話 我看到他們的 那那個失業率的情況 是疫情之前和之後的對比 會不會 都是有康復了 就是多些人過來 有沒有人來 你家餐廳見工 或者你的員工有多少 我們沒有炒過人 這麼久都沒有炒過人 我們那些人呢 我們虧本都沒有所謂 不過我不想炒那些 因為 又沒有減他們的薪金 因為大家做了這麼多年 我都賺過錢 因為我賺了錢 其實 一輩子都不一定要賺錢 最主要那些人好 將來 那些人都會勤勵做事 我覺得 我家人做的 你家餐廳大概有多少員工 呃 加上十一二個 十一二個 十一二個 嗯 嗯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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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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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傑奇哥 我想問如果是給你推薦一個 那些菜式 我都要吃 對 給我們吃 或者我們遲些想宣傳給大家 即是我們都要宣傳去大灣區的 你會有什麼菜式宣傳呢 這個 我告訴你 我們的東西 每樣都好吃 我的保證一樣東西 我們的東西 不好吃 我們不收傳 你吃什麼都行 總之 我們一定好吃 保證的 這樣東西 我推薦一個主菜 很甜 我告訴你 如果你想吃 butter chicken 這裏很出名 芒果奶色 薄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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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18種 因為我整齊 整齊 即是有幾多種 我都放進去 18種 所以我們這些東西 是齊足的 有南北北北的食物 因為每間餐廳 一是南北北 我這間餐廳 南北北都有 Pani Puri Pani Puri Dain Puri 這個是最出名的香港人 吃的 因為很多人都喜歡吃這個 兩樣東西 然後 Tunduri chicken 要是 Tunduri chicken Tunduri 那個是燒烤 焗爐 燒的 有羊肉 有魚 有雞 有阿富汗雞 有四樣東西 那些都好吃 我們各樣都好吃 不過你們 我已經覺得 香港人吃這些 都很適合 有些人吃 鴨肉 有些人吃 蝦 有些人吃 鴨肉 肉 有些人吃 我看到很多 有些人吃 甜品 我看到香港人吃 因為我看到香港人 喜歡吃 印度的 咖啡 是自己做的 有幸運 幸運 那些 那些 我們都問大灣最後一條關於大灣區 現在政府都大力開拓大灣區 你覺得他們這些方面的行動 對於你的餐廳或者對於重慶大廈 有沒有正面的影響 還是覺得差不多 他們那邊開來對我們都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我們靠遊客和香港客 香港客人很多人都不會去那邊的 因為我覺得正值香港人 他寧願留在香港勤力做事 你去到那麼遠沒有人想去 除非你去歐洲做事那些也沒有所謂 因為我是另一個國家 香港你幾時去都可以 不過我們香港人不會走 我覺得香港是一個好地方 那會不會有重慶大廈的一些 他們在其他地方過來香港 重慶大廈就業 然後有沒有聽聞他們都會開始去大灣區那邊去做事 沒有 這裏重慶大廈我不會覺得有人去 因為香港重慶大廈那些人都不想去其他地方 會不會知道大家都熟一點就開始走 沒有人會想走的 因為在香港一定有事做的 在香港一定有事做的 因為你走了之後 所以我覺得沒有人會想離開這個地方 因為香港是一個好的地方 因為互相幫助 還有好像在香港出生 香港長大那些 譬如我 我1969年來香港 我回印度都是兩個禮拜 我未試過多過兩個禮拜 家人都在哪裏 家人全部都在 爸爸媽媽 我的兄弟姊妹 全部都在 我都不會說 到那裏幾個月 家人都在那裏 家人都在那裏 住兩個月 三個月 沒有問題 接著回來的 所以我們那裏 有什麽都在印度 我告訴你 因為大灣區 我去到大灣區 我都沒有朋友 第一件事 這裡全部朋友都在香港 我寧願在香港做事 好過 你最後一條問題 在重慶大廈 你覺得 還會不會有更多的發展 會 會 會 因為大陸開了 香港的發展 一定會好的 因為一些人 來這裏 跟著去大陸 不會直接去大陸 很多人都會經香港 才去大陸 你會不會開 接著來開 突然間分店 我們現在有四間 在這裏 我 就沒有打算開 因為 等生意好回來 我再想 因為 現在我覺得 剛好頂得頂得頂 所以 會攪大一點 就辭職 因為我現在 都在這間 又攪大了 你看看 加到二十四個位 可以差不多坐成九十人 那應該就沒有 可以問你一個問題 可以 你們想不想去 剛才說 什麼灣 大灣區 我們都少 其實 對 這裏就知道 香港人 不想去那裏 對 你自己三個天 見到沒有人 就想去 對 所以我們都不會去 對 但整居的話 香港好一點 當然香港好一點 香港是一個好地方 對 永遠都是香港 我們的家 對 因為我們 今次的功課 就是想把重慶大廈 這麼多元文化的地方 我們就推廣出去 除非我們學校之外 我的餐廳叫珍珠王公 第一間叫華達 第三間叫 Servant Regg 為什麼叫Servant Regg 因為那個素食和齋 在重慶大廈沒有 就是第一間 只有一間 就是我們那個 只有一間 那間 很出名 整天香港 給那些人 進來重慶大廈 吃齋 吃素都會去那裏 香港人都有來吃的 那些佛教師傅 一定保定我們來這裡 吃 第四間 就是